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先講講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今天下午的時分,據報新界九龍多區都下大雨 天文台最新預測連續多天都下雨 最新的預測是怎樣呢?和各位一起更新一下 另邊相亦講講,話說這個香港夜奔分的開幕禮搞出個大頭髮 在台上竟然出現一隻而似是桑禮用的白獅子 講的是沒有獅子的獅子 據報副司長有解話,怎樣解釋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道 新界九龍多區下大雨,天文台預測連落九日雨 報導的內文提到,本港今天下午各區都有局部大雨 天文台就說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趙雨及雷暴 預測本港地區今晚的天氣大致多雲有趙雨和幾陣雷暴 部分地區雨色較大,村和換偏東風,指望明天有趙雨及雷暴 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趙雨,短暫時間有陽光 據九天天氣預報,未來九日都有不同程度的降雨 天文台預測要到下星期中至後期 一股東北季後風影響本港過後,日間天色才會大致轉好 以上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天文台的最新預測,未來有機會下足九日雨 各位網友要留意,今天大雨些,明天也是大雨的預測 據報要到星期日才會好些些,不過仍夠下雨 至少下星期,即是下星期的尾才會慢慢減少雨 各位網友出街的時間,記得大把雨 另外亦都講講這宗消息的進展 據據HK01的報導,夜繽紛啟動禮用白絲真是不吉利 黃偉良的解話就說,不是,那隻是螢光獅子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香港夜繽紛昨晚舉行啟動禮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為省師點睛 不過網上不少人質疑,這隻獅子滿身都是白色 認為白絲通常用於桑葬之中,認為不吉利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良在今天9月15日電台節目裡回應指 咦,那隻是螢光獅子,又指聖獅武法就很歡樂,很繁蕃 如果有人聯想到其他東西,只能夠一笑致之 主持人指有很多LED燈,即是那隻獅子之相 黃偉良即時補充說,其實或者是一隻LED獅子 同場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在旁邊都說 閃不斷閃地說 話說昨晚啟動禮,不少網友見到武師的主角 竟然是滿身白色,紛紛懷疑是喪事用的白絲 認為是大吉利是 不過,其後有專業人士說說 就說這個應該是銀絲,並非白絲 就說,只是晚上看下去很容易被誤會,變成白絲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風波越鬧越大 但家欣,網友看完真的覺得很不吉利 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所欲視 你明明是香港夜紛紛振興香港夜經濟 即是無離頭地找一隻白色的獅子搞甚麼呢 雖然這隻不是喪禮用的白絲 不過,就這樣看外形又黑色又白色 導致很多網民認為真的很不吉利 副司長最新的解釋就是,這隻是螢光獅子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有關中坎國的炮台已經被淹浸多天 就好像大型水池一樣 工人據報是風路,鞏固斜坡 報導幾內文看到了 上星期本港經歷世紀暴雨、多區發生水浸、露瀚、山泥傾瀉等等 赤柱的中坎國公園和二級歷史建築中坎國炮台也有嚴重水浸 今早9月15日HK01的記者到現場了解情況 但通往中坎國公園的唯一通道 中坎國道因為山泥傾瀉而封閉 工人圍封路口並繼續清理和做邪波鞏固工程 圍欄之上也貼有通告寫著 邪波保養工程進行當中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等等的字眼 記者隨後說 航拍現場的環境 看到中坎國道現時仍然有大量泥沙和石頭擋路 上代清理 而中坎國公園和炮台就嚴重水浸 公園和半圓形的水泥掩護體內有大量積水 至今仍然未水退 就像一個水池一樣 淹沒了公園的石椅和石椅 水中也有少少雜物飄浮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黑雨過了都差不多近一個星期 應該沒有記錯上星期五 一個星期過後 原來不講不知 黑雨過後 這個中坎國的公園一直都好像水池一樣 那些積水都未退 現在工人正在做事 不過都很難搞 現場消息指整個水池一樣 另外也講講有關香港夜繽紛業界的建議 在講HK01的報導 餐飲業呼籲搞活街鋪 市民就希望有些生意 就說現在其實放工 回到家裡大把事情要做 都不會特意去看 即是講一些什麼 幻彩泳香港 甚至未來的市集等等 報導經內問題都 香港夜繽紛啟動禮 公布多項夜間活動和優惠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倫 在今天9月15日 在電台節目表示 希望出到來不消費都不要緊 開心一下 不過不少致電電台的市民都希望 香港夜繽紛以外 港府還有其他措施 可以搞活經濟 有從事飲食業的市民形容 疫情的香港好像死成 他的店鋪位於酒店區 因此營業到凌晨12點 仍然算有生意的 但其他店鋪已經水深火熱 希望可以有措施 搞活街鋪 就說 他們水深火熱 他們頂不住 政府搞活動都搞不定 另有市民就說 香港夜市消費貴 如果欠缺生意活動配合 難以吸引他出夜街 就說 要有特別表現才會吸引到我 環彩榮香江都泳了20年 不用天天搞 平日下班 回家大把東西要做 都不會特意去看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環彩榮香江都真的泳了20年 很難吸引本地市民 出去夜經濟 最新情況就說 有三個海濱市集會 搞活夜經濟 不過飲食業界 就希望政府 不如想多點想 搞活夜晚的市道更好 礦仔建議 派多一期消費券 最多你可以定一些條件 例如晚上用的 不知怎樣做 技術上 但這些才比較實效的做法 現在講港鐵送車票 不過送車票的方法都很論盡 要你記的 搭夠五程車 五程車才能夠送一程 而五程車都要在十點半過後出閘 真厲害 要數著來用 難怪連田北辰都認為 這個夜經濟 夜奔婚活動 有機會因為這些條件 都不吸引而撤Q 另外也講講另一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港票的女生大身 香港物價高 出外面吃飯三天已經用了一千元 拼命折散支出 網友教老吃一樣東西最抵食 報導機內文看到 這位市主日前在小紅書發貼文 指自己在香港讀碩士 和媽媽爸爸落地三日期間 每餐都出外面吃 包括茶樓炸雞冰室等等 再加上奶茶零食等等 一共花了近一千多元 他大身被飯錢嚇到暈了 又說以後如果自己給伙食費的話 根本吃不起這麼貴 向網民請教大家有沒有 什麼食飯便宜的地方 可以推薦一下 括弧就是食堂除外 從事主貼出的照片可見 其中一張就是炸雞快餐店 Joliebee的115元收據 另一張就是米奶茶的28元收據 不少熱心的網友都有紛紛留言 指香港的物價就是特別高 比內地的學生帶來衝擊也是正常 我一個人在香港吃麥當勞都要50元 你這個很便宜的 也有網友表示熟食中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建議吃粉麵、車仔麵、兩順飯等等 另外有網友指 學校的食堂的頹飯和自己煮飯吃才是最化算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位女子在小紅書發鐵文大聖 香港物價貴 跟家人出外面吃東西 吃了三天 已經花了一千元 其實她不是故意吃貴價的東西 真的在說平時消費 不過香港的物價一直都這麼貴 百物騰貴 支援什麼都沒有 大家人工有雞碎 一直都是香港人的寫招 這位女子來到香港讀碩士 即是本身在內地住的 一對比香港和內地的物價 即是頭都暈 難怪這麼多人 週末就不想去深圳 加一你在香港花一次錢 在深圳都可能花到兩次了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